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影片要讲讲乌克兰保卫战最新的战况 以及俄罗斯现在被制裁之下 俄国开始出现什么变化 当然战事现在是信息万变 由我准备视频的资料 加上欧洲的时差 加上影片出街的时候 整个战情可能都会有一些更新的变化 这一点实在没办法 我们只是单打独斗的YouTube Channel 加上一群好朋友、网友的报料 我们并不是24小时的国际新闻频道 所以没可能追得很贴 另外要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上一条关于乌俄战争的影片 我在16分钟时 将制裁俄罗斯 说错了,说了制裁乌克兰 在这里顺便跟大家澄清一下 讲回乌克兰的保卫战 最新的发展是 乌俄第二轮谈判 确定会召开 之前传出乌克兰不肯再谈 因为俄方一直谈 一直凶宅乌克兰 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 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现在肯出席谈判 俄方代表 梅俊斯基表示 今次的谈判 议题包括停火 单体表面 好像俄方立场有点松动 不过俄方这些姿态 大家听听就算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仍然猛烈攻击乌克兰各大城市 凶杂非常频密 电视画面所见 俄军使用一些极大杀伤力的炸弹 炸乌克兰的平民 BBC最新的报道 俄军更加轰炸乌克兰的军方医院 连些受伤的平民都不放过 这件事 大家知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怎么说呢 世卫说 心表关切 我真是顶他 现在俄方就说谈判 议题又包括停火 极有可能想玩心理战 想淡化乌克兰人的抗争意志 现在俄军确定占领了乌克兰三个城市 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亦顶得很辛苦 美国的情报显示 俄军去到几乎大概25公里外停下了 相信因为燃料和粮食补给不足 而俄军的士气亦低落 所以俄军现在正在改变策略 索性疯狂凶袭 希望先占领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让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震一阵 然后再集中资源 希望攻入基辅 然后成立傀儡政府 CNN报道 普京连流亡在俄国 那些乌克兰的忠诚废物 都叫出来 准备一攻入乌克兰 一攻入基辅 就阴点这些忠诚废物 上位做总统或大官 已经有很多证据 包括一些影片 证明俄军是使用真空弹 使用真空弹去炸乌克兰平民 这些真空弹在国际上禁用 威力被形容为 紧次于核弹 这些真空弹一旦爆炸 可以在瞬间将温度提升上2000度 足以令人体瞬间蒸发 日内瓦公约禁用真空弹 基辅的情况又怎样呢? 基辅电视塔被俄军炸毁 最少5人死亡 事内不停有防空的警报 不过乌克兰的副总理 在推特发布照片 表示Eon Mars的SpaceX 一辆星链终端发射车 已经驶入了乌克兰 所以几乎部分地区将可以重新上网 英国首相BJ在国会痛批普京 说普京犯下战争罪行 海牙国际法庭已宣布 在3月7日 会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种族灭绝 这个罪行举行公听会 而俄罗斯方面放出消息 说普京已将他的家人 安排入住了一些 可以抵御核爆的防空洞 即是暗示普京可能会动用核武 不过西方世界对这些消息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回应 乌克兰内政部向外表示 他说乌军的防空系统 刚刚在基辅成功拦截俄军一支巡航导弹 而初步估计俄军最少发射了450支 这类型的导弹去攻击乌克兰 而美国的情报卫星就显到 俄军有长达64公里的军车 包括了坦克车、装甲车和后勤车等等 在基辅外边停下了 有些分析说俄军是补给不了 这些军车所以没有油行不到 但美国的情报分析 俄军是准备重新部署新一波的进攻 不过我觉得 如果排出一条64公里那么长的蛇阵 看不到有什么好处 如果前面的路瘦了 前面的车能走到 前面的车能走到 后面的车也发挥不了作用 虽然你可以说 如果攻入基辅64公里那么长的军车 就可以分布在基辅大大小小的街巷上 可以完全控制基辅了 不过这样 第一要全部进入基辅才行 第二 你进了基辅 如果乌克兰人抵抗 利用熟习地营这个有利条件 不断偷袭俄军 俄军也很麻烦 而且 军车分散了 互相支援 补给通讯 入友都不容易 假设一攻入基辅 乌克兰人全部投降 这一招才有用 老实说 我不是很熟悉军事的东西 我只是用常理去分析 如果军事迷看到这种军车蛇形阵的好处 不妨和我分享一下 让我认识多些 另外 乌克兰国防部已经正式用网页教乌克兰人 如何用汽油弹和其他方法 以城市战争的方式 去偷襲军车 我在CNN的影片看到 真的有个乌克兰司机 成功拿着斯加车 向坦克车砸汽油弹 真的看到俄军的坦克车 着火 然后停下了 而新闻片所见 乌克兰国防部教乌克兰人 偷襲俄军的图片 非常简易明白 汽油弹砸向军车的什么位置 会得到什么效果 都一清二楚 同时 CNN也报道 Apple 苹果手机已经停止 乌克兰Apple地图的功能 即是俄军和乌军两边 在乌克兰边境里 都用不到Apple有关的地图 这样 你说哪个产底了? 乌克兰人不用地图 都可能找到路 但俄军如果分散在乌克兰不同的地点 他们想找路就难很多 除非俄罗斯的军车 每一架 是每一架 都有最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 还可以在城市里使用得到才行 另外 新闻片所见 乌克兰的志愿军人仍然没有退缩 婦女的义工仍然帮忙运送物资 原来很多志愿军人 我看到新闻片都是男性 现在才学习射击 我还以为乌克兰人对枪械很有认识 这方面我评估错了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才学开枪 不过这样 现在才学开枪 都敢上阵和俄军捏过 可见乌克兰人真是多勇敢 一直传出 美国和土耳其都叫扎连斯基先逃过他们那边 确保安全 但扎连斯基就不肯制 一于不走 美国方面就说尊重他的决定 早前 车臣一队特种部队 在基附的西北面全部被殲灭 这队车臣特种部队战绩很厉害 为什么这次禁水皮完全不堪一击 这个谜今天揭中 乌克兰国安委员会秘书长达尼路夫刚刚表示 他说他们在俄罗斯的联邦安全稿 FSB 那里得到情报 知道这队车臣的精英会入乌克兰 暗杀扎连斯基 而这队车臣的精英部队一入乌克兰 将会分成两个攻击小组 谁知道两个攻击小组 马上不是阵亡就是被活捉 乌克兰说俄方泄露情报可能是不小心 或者是不想普京成功 来到这里总结一句 大家就别以为乌克兰士气如虹 其实现在是他们最凶险的几天 如果俄军补给成功 普京真的发癫又成功 这几天乌克兰转入下风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那句天佑乌克兰 接着就要跟大家讲讲西方世界广泛制裁俄罗斯 目前情况是怎样 很多网友常说制裁是没用的 这点我不是完全同意 没错 远水不能够近火 制裁不可以即时保护乌克兰人的生命和财产 但是制裁一定可以令俄罗斯受伤 我打一个比喻 一般人觉得两个人打架 要打到对方血流披面才叫做赢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一拳或者一脚打落对方的肋骨 对方可能表面上没什么伤痕 看不到伤的 但是他坐在那里就是不能动 制裁俄罗斯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也是那句制裁是软水 救不了近火 支持乌克兰的网友 大家看到美国北约动口不动手 都是很气愤的 这一点我也一样一样很敏的 不过你不能这样就认定制裁没作用 大家不要看俄罗斯说不怕制裁 不要经常看大陆的小粉红说制裁没用 你就相信了 我懂得从事石油能源业务的朋友 昨天和我WhatsApp 他给了一张图我看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他的股价由之前十几元 受到乌克兰边境问题的影响 慢慢跌到7.8元 普京一开战 股票立即插到2.8元 英国石油BP和显鹤Sell 两家公司都即时出售俄罗斯有关股份 BP出售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两成股份 估计欠250亿美元 显鹤Sell退出俄罗斯所有业务 包括出售27%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公司的股份 有些人经常说俄罗斯有很多石油 但你没有销售渠道 这些石油卖不出去 石油卖不出去就没钱 没钱收回来 我问你还开不开彩呢? 如果你停止开彩 有关行业的从业园和整个产业链又怎样呢? 一大堆人失业 又怎会对俄罗斯没有影响呢? 你说便宜些把石油卖给其他国家 行不行呢? 现在你不可以用SWIFT 你怎样收钱呢? 哪间公司敢跟你做生意呢? 除了大陆、北韩和伊朗 我看不到有多少间公司 敢现在和俄罗斯做生意 连石油这些必须品 现在都暂时不敢碰 宁愿蝕本也要停一停 像英国的BP那样 这次摆明蝕大本 都是宁愿斩蓝 这就好过了 长痛不如短痛 那些普京的粉丝 这些精粉 常常以为西方制裁 制一制就会收手 大家又看看 有些制裁由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制到现在仍在制裁 大家又看看货币那里 2022年年头 1美元兑75劳报 1美元兑80劳报 今天3月3日 1美元兑113劳报 跌了34% 1美元兑127劳报 跌了37% 大家说 就算有人敢跟俄罗斯做生意 又假设他收到钱 那你叫跟他做生意的公司 怎么定价呢? 现在俄罗斯的利率不断上升 你说俄国人正在供楼的人 怎样供楼呢? 有些俄国人向BBC说 想离开俄罗斯 不过现在俄国的飞机 飞到很多国家都被禁止 可能移民到大陆就可以 另外 面对俄罗斯银行被制裁 包括切断俄罗斯使用Visa Master Apple Pay 和Google Pay 一个女士向BBC说 她说现在不可以用电子支付了 乘地铁唯有入钱买票才可以乘地铁 很快俄罗斯的钞票和瑞银 又可能不够了 不过这样还好 俄罗斯还可以用巴达通 所以俄国人应该快去抢购巴达通 原来莫斯科的地铁进出系统 是由俄国外贸银行VTB运作的 而VTB受制裁 所以不可以用Apple Pay和Google Pay 当然其他商店都用不了这类手机支付 所以如果这些店铺没有装俄罗斯巴达通 他们现在只能接受现金 因为没得手机支付了 那你说大麻烦了吗? 原来很多俄国人一看到顿巴斯地区一有动静 就已经去提款机那里 把美金都禁止出来 排大队禁止 现在俄罗斯进口方面不断受限制 没有人敢卖东西给他们 出口一样 谁敢买俄罗斯的产品? CNN报道 Apple决定与俄罗斯各种 不卖苹果的产品给他们 俄罗斯当地已经有商店排队 购买短缺的物资 俄罗斯的通胀肯定会加剧 那些货品卖不出去 无得出口 最终必然有停工 而且汇价这样跌 就算他们本国有需求 东西有人买 生产商也不敢生产 因为收回来的钱 分分钟一夜之间或两三日之间 连买材料的钱也不够 你想想这么高风险 宁愿停产好过 最新的消息 苹果之外 Netflix H&M 迪士尼 科技公司甲骨文 波音飞机 Benz汽车 福特宝马汽车 甚至连游戏开发商 Motor Sport Game 都说要与俄罗斯割席 即是俄罗斯的人 连打机都可能没得打 当然了 不是全部部份的机都没得打 各位 那些精粉小粉红 你们说制裁对俄罗斯有没有影响? 各位连英超也受影响 英超球队车路士的俄国班主 艾巴莫绿治都说要卖盘 开价314亿港币 还说钱会作慈善用途 即是不想俄罗斯富豪身份 累死对波 可见现在俄罗斯在西方世界眼中 是过街老鼠 现在大陆似乎开始慢慢缩沙 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 开始慢慢 这个议题我们稍后再说 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出直播 因为现在的战情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可能直播我们可以再更新到大家 希望大家如果有直播到时支持一下 来到这里时间差不多 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有Patreon 拜拜